对抗癌症竟然也能找来替身协助 有国内生计公司开发出细胞培养技术 可以提取癌症患者的循环肿瘤细胞进行药物测试 就像是替身一样 让患者不用承受无效药物带来的伤害 而生计公司跟扩大了服务范围 提供12岁以下的癌症病童可以免费筛检 希望有更多患者能有准确治疗 拿出肺癌细胞株观察生长状态 再来到实验台进行细胞培养 有国内生计公司开发独家培养技术 可提取癌症患者血液内的循环肿瘤细胞 就像替身一般可代替患者进行药物测试 直接拿患者身体面的肿瘤细胞在体外进行药物测试 那其实患者就不用医生是要直接测试 什么药物对他有效果 医生也会综合评估说 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用这个药物是最有效益的 有了肿瘤分身 患者就能减少无效药物带来的伤害 而这项个人化抗癌药物检测技术 以荣获东京都政府主办的 新创大奖月上国际生意舞台 接下来更要让这项技术服务范围扩大 让12岁以下的癌症儿童能免费检测 找到精准治疗方法 目前其实我们在台湾各大医院的 儿童癌症的医生其实都有合作 这个民众或者说医生他们看到需求 那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网站 跟我们做申请 就盼这分身技术 搭配新型药物分进合集 让更多癌症患者能抓住治疗企机 这次年夜灵凡台北报道